为止 它就没有一个真的凳子的形象在这里 你现在看到黄色的耳朵听到它的声音 规律体验感觉到它真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存在着的塞里 但这是中原剧它呈现出的坏头领 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 是因为有你它才存在 如果你这边已经在正面里面了 在空心里面 那它就是坏 这个时候才需要放下 如果你说在人道有个东西 那真的是凶忍辱了 你在人道 人力的角度 我已经见闻觉着 知道有一个它真实存在 然后我又想把它放下 那个割留着死的 那不是割断屁吗 你要放下这种东西 只要你觉得它不空你不空 发任何东西都是二组断屁 那肯定要疼嘛 要痛苦嘛 所以你看金刚经事 没有东西可发 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死舍 你没有一个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放 你不断地了知这一点的话 你就不痛苦 包括自己 你都是个假的 一定要不断地了解 然后痛苦会消失 你得失都会消失 我觉得最难的不是 就是把东西看成假的 最难的是 看 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还是当真的来玩 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难的 你没正量嘛 所以为啥要在做殿上链嘛 所以让你再转 你没在空性里啊 你没有正如不性 你被六根转嘛 你的叶耳鼻舌声 你现在还是六嘛 见为绝尊 你是一个仁义嘛 你有绝授 有火爆啊 所以你正嘛 正到六根结王啊 六根圆通啊 六根圆通合一啊 正到这个空啊 正到设效是空啊 先破我 后破法 你现在没有正两年 你肯定痛苦啊 您这四个相当中 是不是破一个相 其他的相 先破人相 先破我相 基本上是先破我之后破法的 就两个 因为除了我就是外法嘛 不管他叫人 叫众生 也叫受人 无我无法 只是那四个是人力最关心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都一说你头脑都一大堆之间 因为你认为 有情众生 你一说众生 啊啊包含你身外的一切了 除了无情的 这下不都叫有情诸神 你不是要度他吗 是吧 因为佛说你要苦度嘛 苦度你不度有情嘛 那有情就包括这四相 一个是我相 一个是人相嘛 你在人道嘛 所以才有人相嘛 人相 你要是天人说天人相 我相人相 然后就是众生相 一个是我 人相就是他 知道吧 我你他 这不是平时大家就说 我你他 你跟他都是他嘛 是吧 我相都是人嘛 你跟他都是相对我 外在的能相 我相能相 然后就是 除了人 还有其他有情 这就叫做众生相 也都有情 还有瘦者相 其实就是时间相 就是 瘦者相 你看到众生的生命相 瘦者是个生命嘛 因为瘦者就是年龄嘛 就是我们都追求永恒嘛 长生不老嘛 那瘦者就是一个 平时不是记载一个人 你看 生于几几年 足于几几年 这就是个时间 这就是瘦者 你活了七十岁 他活了八十岁 他活了九十岁 这就是瘦者嘛 谁也想活得很久嘛 其实这个瘦者相 它是反不翻译过来 其实是个生命相 就是时间跟空间 是个生命 瘦代表时间嘛 时空嘛 就是说你 我人做生 然后是生命成 成做坏空 生命相 你恐惧死亡 不是 有情做生 都恐惧死亡 恐惧要有恒嘛 或者恐惧生命的死亡 因为有时间 它有生命嘛 要不是正面牌嘛 现在你不是要 如上正的决 打年牌 就觉得说 没有生命嘛 你现在我们 是在六根 活在六根里 那就生命相好重嘛 因为你痛苦 还是成做坏空 生老必死 才觉得这件事情 无浊落是嘛 那个人很散 散散散 他别恶了 那个人很美美美美 丑了 是吧 这个人很年轻 年轻年轻老了 是吧 那个人死了 是吧 成做坏空 生老必死 让你很怀嘛 是吧 控制不住 掌控不了 我说你不需要 掌控这些 你有恨 不是这样有恨的 你长生不老 也不是这样长生不老 你都知道 时空假象 你就有恨了嘛 最起码你知道 你不是这个东西 然后你去修修修 破解一切相的时候 你坐在这儿 你还是这个东西 但你知道你不是 它就出现 你的化身无量 每一个东西 都是不同的你 但是并不是说 从一个东西化出来的 还有你坐在这儿 你已经受六根的影响 因为你无处不在 知道 那就是你本来的你啊 无心无效 谁也不太 没有人了结佛的境界 拿人力的之间 是了知不了的 无处不在这个东西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到底是多 还是一 根本就不可了知 那才是真正的你啊 那就叫永恒啊 那是空性啊 不是说啥也没了 佛在这儿 让你一无所有的 只不能突破无相的境界 你回不去 你回不到那个空性的 空性到最后 什么都有 不是什么也没有 是突破直到 什么都有 突破维席度啊 突破诸相以后 什么都有 诸相 就是你头脑中 都是认知出来的 你忘动 忘觉认知出来的 就是一个忘能见的 才有所见的 能觉的 所觉的 能知的所知的 我跟你 我跟你是你认知出来的 你的认知停下来 分别之说停下来 我跟你都会消失 然后你就是圆满的空性 你这个圆满的空性 包括这个房间的一切 就不是只是我跟你的问题 对吧 你放下你 放下我 你知道的一切 你包含一切 但是你不是说 把所有都放下 你通过一个点来放嘛 通过我像人像中心 叫这几个点来放嘛 对吧 不在正量上 说空性 你知道 其实到最后就是个正量 不能说 这句话不能说 再正量说 你自己知道 再正量说你也知道 如果没有正道 你不圆正的话 你始终你说这些 始终有毛曲 始终歌这些迷我 始终觉得不透 这件事 始终听觉得好有道理 听完就忘 听完就忘歌了 尤其金刚 就这种空性 听完就 啥也不知道了 就知道 都是假的 都是虚的 听了好多次也是这样子 知道吧 因为他在破你的东西 但你 但你坐在那的时候 你又啥也没想 也没执着 好像也没破啥 只是脑子里动了几个念头 然后知道金刚经 哦 这是在讲金刚经 因为你或者坐在那 没什么执着 但是如果你坐在那 心里有很执着的东西 会有一些反应 也是说 怎么能讲呢 我这么痛苦 怎么能讲那么冲动 但是 但是也 也收获不大 所以空性子也一定要先用餐地 所以为什么 我学今还是像你们 现在先做了两天才再听啊 过一段你再听又不一样 因为佛空性的过耳智慧 这个是个 这是根本智慧啊 释迦如你的 薄弱智慧 师傅今天上午 你说你 我们得人是什么吗 所以 钻木吗 然后你说 要是说 快成就了之后 然后 全头道来 索命的话 我们 你已经记住这些 那我们下次 那我们再投胎的话 那还是更难的 为什么还要舍 你能不舍吗 人家要 你能 人家如果真的问你要 你有办法不舍吗 你没成到 你可以舍 可以不舍 只要你有能耐 应该是 你要能 人家说真的 真的要 而且你的能耐说 我可以不 那就不用啊 你为什么要 逃了呗 跑呗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 还得大家看看病啊 或者什么 也是让你逃嘛 逃过那个结束嘛 逃过那些 你可以逃啊 可以 但是有时候你 再艰难逃 你跑掉啊 你走不掉 你就是病了 你就是狠重 你就得绝对 你解释了 而且治不好 你能怎么办呢 你那不就是要再来看 是吧 那你就抬来受暴嘛 我是意思说 那有 也无所谓 是吧 暴也空啊 那你就受暴吧 火也空啊 是吧 反正一切下 都是假 都是幻星啊 都是假明啊 是吧 病也是个假明啊 是吧 你以为啊 连人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病呢 告诉我 是吧 怎么可能有 连人都没有 你如果看见人 看见病 你不是在人道嘛 就是说 我说病是个障碍 你看见人看见障碍 你不也在另一个道吗 也是无啥道吗 你也不见得多高级啊 怎么讲 所以中医师 怎么讲 你不是多高 那这件佛说 无人像 无我像 当然无病像 是吧 你没有健康下面 你也不知道有病像 如果人都是缺了 一只胳膊的 三胶 两胶腿 一个胳膊的 你都觉得挺正常 现在都是两个胳膊 短了一个 就说不正常 是吧 人一定要两个 给我两胶腿 缺一个就不算 是吧 你看到三胶腿的 蛤蟆觉得挺惊奇的 是不是 三胶腿的叫残虫 是大家很高兴说 我发财了 那要是那个残虫是残疾啊 是吧 那在四几 蛤蟆是四胶腿啊 那残虫出来 肯定觉得自己很自卑 我怎么能三胶腿呢 但是人力就觉得他很正常 一个胳膊就是缺陷吗 这就叫颠倒梦想 你知道吗 你以为是吗 就是我们自己定了很多的规矩 就认为这样好 那样是不好 这样是完美的 那样是 就是随大众的 大众认为这样好的 我们就认为这样 大众认为不好的 但是我们不是说要标新利息利益啊 说自己一定要认为三胶腿 一个胳膊的好 老实说了 不是这样子 随便你 是你会看到人力的这种 就是毛宠啊 人力的这种 就是我们其实不太思考问题的 就是为什么看得 我们总是用人力的 很自我的角度 就给人力自己定义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我就说 你看到青蛙三胶腿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是什么 你反而觉得是很好奇的一件事 你不觉得他笨的 是不是慢了 速度慢了 是不是他跑起来没那么快了 生活有点难受了 你不会这样认为 你会觉得他很稀奇 稀有 甚至还说是有财用 他跟人力扯上关系 跟你赚钱扯上关系 那为什么你会 这个直接呢 对吧 为什么看人力缺了一条腿 你就是那个直接呢 所以你看每一道重生 你的直接不一样的 你不平等的哦 但是我们从来不怀疑自己有错啊 你说是对是错 我觉得都不正常 你说看三桥腿的 你一定要把它看成正常 或者不正常 我觉得看到自己毫无意义 是吧 它是正常的还是残疾的 它跟你残疾有关系 还是叫残疾 还是叫青蛙 还是叫奈蛤马 那不就你自己的名字啊 那家青蛙自己感觉怎么样才算 如果那个青蛙觉得自己是残疾 那它真的活得很残 如果青蛙说 我就是财神言 是吧 清说老婆三脚腿就是有残疾 我就是一个最优秀的青蛙 是吧 青蛙里边的最优秀的 因为确实是桥腿 就我三脚腿一批 那它会活得很开心哦 是吧 它在任何青蛙里边都站在那儿 三脚腿 虽然站不起来 虽然蹦也没那么高 因为一脚腿力也不够嘛 所以 所以它会活得很开心哦 你给它下的定义都不算啊 谁给你下定义也不算 最主要你怎么认为你自己啊 是吧 但是你思考过嘛 但是就是 你站在人道的角度去思考 你能看破青蛙的三脚腿 但站在 就看不破自己的缺陷 因为觉得自己缺颗牙也不行 别说三脚腿 掉了颗牙也不行 是吧 脸上长个痘狗也不行 是吧 觉得 好丑啊 是不是 别说自己有点病或者什么 总觉得自己缺失感很重 觉得自己够好 你为什么不能站在看青蛙的角度看自己呢 是吧 不就像嘛 你把它看真也罢 看假也罢 是吧 球也罢 富也罢 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不能觉得这些像都是定义了 是吧 你有能力呼吸空气 有能力喝水 有能力吃饭 是吧 还吵你吃不上喝不上 还有你能工作 你已经是完美的人力了 是吧 因为人力是吃了还要拉的 要吃进去还要拉出去 很通胀 是吧 还有能喝水能呼吸空气 是吧 能休息能睡 上床能睡着 下床能开心的笑 这已经是很完美的人力了 其他的都是富家的东西啊 其他的有伙伴跟你玩啊 你能够有赚点钱啊 或者是保持 你在地球上的生存 已经很完美了 是吧 其他的多小都是负担啊 你说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买个别墅 我要开个好球 你知道这些是负担 对人力来说已经是负担 但现在人力 不同的 你怎么产生了这种想法的叛逼啊 他是谁呀 我要谁呀 嗯 他甚至长得个个子高 我也要巴巴推巴掌 我也要跟他比较高 是不是 小草一定要长成大树的状态 是吧 你由 就是人力比自己的这种 无名物了嘛 就是 他不 他不改变自己 他觉得他活得不好 永远不好 永远活得不好 觉得自己很低 很 我觉得这些真的是 一种 智慧来的 还有就是 自己的想法来的 但是说还有自己说 自己那个 酒里边根本就无我 就怕自己是散的 这个是需要听闻 佛的智慧慢慢才能解脱的 那剩下呢 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我们在做的 散报都很厉害了 你们早上起来 一睁眼是吧 空气也新鲜是吧 能闻到空气 能喝水 能活的这么个 已经真的是散报熟了地球上 现在 现在没有瘟疫找到你 没有传染病找到你 没有地震找到你 是吧 海啸也没有打到你身上 是吧 那个那个 头上掉下的皮尔瓦也没有 插到你的脑袋 你不觉得是你散报吗 这个世界每天有多少人死于非 车祸啊 什么这乱七八糟的 战争瘟疫疾病什么 难道我们不是散报吗 在地球上 地球也没翻个跟斗 把我们扔出去是吧 赶紧修行啊 对吧 而且担心祸祸意识会来啊 地球会翻个跟斗了 很有可能外地哪天脱离回都 我不去吧 如果在科学看来 这些很严谨的问题要计算 怎么可能地球会怎么怎么什么 是吧 觉得别造谣或者是什么 其实是从生命的角度看 什么天在担心祸祸啊 是吧 虽然算见那个人 不如天球会死 怎么 当然说 不是说地球真的能翻个跟斗 我不是这样子说话 但是,这个世界很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这说。 但是,当你听闻到这个知见的时候,你可以去审视,然后看看自己,为什么对自己不满意,为什么对生命不满意,我怕什么,恐惧死亡。 那我恐惧甚至饿死,恐惧没人理吗,恐惧死亡吗,恐惧贫穷吗,恐惧在这个世界被人灭了吗等等,就是说我们怕什么,我们担心什么,担心失去什么,你本来也得不到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